我們現在把柵欄加進來 那你看到這邊有很多柵欄 但是我還是告訴各位 不要只找戶外 因為柵欄有好多地方都有 你找一個柵欄 是一個對不對 你找欄杆的欄會找更多 欄杆的欄 有沒有很多欄杆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重點就是你的關鍵字找對了 因為它放的類別不見得在同一個地方 那我順便問一下各位 順便分享一下 我這樣用的關鍵字找 你找到它 請問你知道它放在哪一個戶外嗎 有戶外 你看我答案都已經 滑過去有沒有看到 九戶外有看到了嗎 七雜像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這樣會不會知道下次在哪裡找了 因為這個最近有一個人在問我 好假設你要這個柵欄 我就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好那我丟出來之後呢 我就放到適當的地方 假設我放在這裡 好你看我們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柵欄在這邊 但是這個柵欄是小小一個 你如果直接把它放大了 雖然可以 但是這樣有沒有很醜 這樣不太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複製的喔 那怎麼複製 你說Ctrl加C,Ctrl加V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 不怎麼好用 因為你複製完之後 自己對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什麼方式呢 你要複製物件 就是按住Ctrl加拖曳 Ctrl加上滑鼠的拖曳 它就會有一個加號 這樣就複製了 但是我希望再多加一個 就是加上Shift 因為我先用水平的移動 我們一般Shift是水平或垂直移動 或是四十步角的移動 所以呢我先按住Ctrl鍵給您看一下 按住Ctrl鍵加拖曳 有沒有一個加號跑出來 按住Shift 有沒有強制它水平的 這樣子 等到你確定你要位置之後 我就先放開滑鼠左鍵 快速鍵才放開 這樣有沒有就複製好了 那各位老師等比級數你會嗎 1變2 2可不可以變4 4 可不可以變8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我這樣選不好選 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你們家左手邊 請問有沒有柵欄 我從這裡選 燈有沒有比較快 按住Shift的 有沒有這樣一起選起來 這裡選起來 是不是上面就一起選起來 所以 再複製一次 Ctrl-Shift的按著一拖曳 有沒有就解決了 這樣是不是就做好了 還少一點點喔 為什麼 請問我有沒有對起的對很好 沒有喔 每個間區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先把這些柵欄先把它全部選起來 因為它也有對齊的工具 怎麼對齊呢 你看上面這邊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叫做對齊跟分配家具 這是用右鍵的方式 你也可以找選單到家具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 這樣有看到了齁 不管你是從選單按右鍵都有 那我先把它的高度先設一樣 我就來設定頂部對齊 這樣大家的高度都一樣 再來我希望它的什麼 水平的距離是要對齊 要分配好 我就在這邊按一下 現在你來看看 我每一個柵欄之間的距離 有沒有都一樣了 有沒有 我每個距離都一樣了 所以你可以多個物件之間的時候 你要對齊 就搭配左邊的這個所謂的家具清單 然後再搭上我們的對齊跟間具的分配工具 這樣你就可以對得很漂亮 那我下面做好了 請問上面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這樣子直接就複製上去 是一個方式 但是如果你希望不要再重新選一次了 請問我們可不可以像一般Office一樣把它做一個群組 這裡可以喔 你看我把它按右鍵 把它在這個模型上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群組的功能 叫做家具群組 你把它群組起來 你就不用擔心我每次選會跑掉 這個時候我要複製就很單純了 我只要按住這個Ctrl加Shift往上一拉 有沒有另外一面牆就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兩面都出來了 另外一面你應該知道嘛 所以這個就不用我講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因為這些是小技巧 你沒有這樣做 不是做不到 只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如果呢 你可以就是掌握這些小技巧 你在做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而且你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 因為你做的群組 有沒有這樣打開裡面就有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群組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 好 好 好